上午在最后的时候给大家讲了这个类型以及内存 然后通过这两个概念呢给大家引出了这个顺序表 这样一个顺序的基本布局 这个顺序表就是用来存储的是 每一个元素它的基本类型全部都是相同的 有这样一组相同类型的数据的时候 我们怎么给它来存引出了这样的一个顺序表 然后呢上午跟大家说的存储单元里面存储的 看一下 假如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组数据 就是200390781212 有这样的四个数 然后呢通过上午给大家讲解的话 那我们在去存的时候可以使用数据表去存 数据表的话看一下 第一个存储的应该是200 然后我们再来存 然后我们再来存第二个连续的单元的话 390 再来存 78 12112 这时候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有这样的一组数据 此时应该是四个整形吧 四个整形我要把它存起来的话 那我首先就应该向操作系统去申请 总共能把这四个整形数据存起来的大小空间 对吧 那这时候的话我们上午跟大家说了 32位的机器的话 一个整形会占四个字节 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单元 我们代表这个小方框 它相当于就应该是四个字节 四个字节是四半吧 它应该是32位吧 对吧 32位也就是对应到我们上面 上午跟大家说的 具体的这样的32个小格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一次性应该需要上操作系统申请多大 为了存取这四个整形 也就是16个字节吧 对吧 然后我一次性上操作系统申请16个字节的时候 这操作系统是一次性给我返回来的 然后这样反回来的结果就是说这个空间它的地址是连续的 不是散开的 也就是说它是连续的 好 那这时候假如说我们反回来的第一个空间的起始地址 也就是说反回来的这16 441616个字节它的起始地址 比如说现在是零差23 也就代表这是这个地址 这个内存空间反回来的一个起始地址 是从23开始 那紧接着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之后的每一个整数 它的起始地址是多少 看一下 那第二个390 存这个数的时候 它那个内存单元的起始地址是多少 也就是说23再加上次吧 对吧 我们上午跟大家说了 操作系统在去标识我们计算机内存的时候 它的最小寻止的单位 就是按字节来寻取了 一个字节包含8位的话 它不可能对每一位进行标识出来 它最小标识的单位就是按字节来表示 一个字节代表了一个地址单元 那我们来看 这时候的话 它分配给我们的整个存储空间 16个字节的起始地址也就是说 它的地址的开头是从23开始的 那紧接着23 24 25 26 这四个字节是不是代表第一个整数200 对吧 那390的话就应该从多少开始 应该是23再加上4吧 对吧 也就是说它应该是 它的单元是27开始 那390存的应该是27 28 29 30 对吧 那同样的再往后 再看78 这个数的话 是不是再往后加4 31 1212呢 35吧 这样的话 紧接着我们来看 当我要存这样一个数据的时候 一次性向操作系统申请了 16个字节 操作系统给我返回来这么大的空间 然后依次把2390781212存进去之后 这时候你要看一下 我代表的整个这一组数据是存起来了 那紧接着 对于我的这样的一个一组数据的话 我给它起了一个变量 起了一个变量是不是叫做Li啊 对吧 那Li它实际上代表的就是起始地址 23 此时就相当于是Li指向了 这样的一个变量名 它实际上就相当于存的是第一个地址 也就相当于Li指向的是0x23 这样一个东西 那紧接着我们再看 这时候的话 这时候我想要去读Li的 它的第二个元素 或者说是第零个元素 先看 第零个元素的话指的是谁 就是280 那么我们再去取的时候 操作系统是怎么取的呢 Li代表的是这一组元素的起始吧 那0就代表的是我要获取的是第一个元素 第一个元素就应该是起始地址 所存的这个东西吧 所以从0x23开始读四个字节 那读这个四个字节的话 我们现在存的是整形 所以一个单位是四个字节吧 那想我们上午跟大家说了 如果我要去存一个字符呢 存一个字符 它代表的是一个字节吧 所以我们这时候在分配的时候 往后偏移的时候 都是按一个字节去偏移的吧 取也是按一个字节的 这是根据你的类型相关的 然后再看 我现在是通过Li取0 代表第一个元素 那反回来是从0x23开始往后读 如果说我现在想要读的是第三个元素 第三个元素的话 不是三代表的是第四个元素吧 从零开始计数嘛 零代表第一个 那三就代表的是最后一个 那这个时候的话 怎么去找到Li方括号三 这个存储单元所存的数据呢 同样的 先看Li 它代表的是从哪开始的 一找到 是不是0x23开始 然后三 这个东西 看一下 它是不是恰巧将当于 我往后 跳过三个存储单元呢 对吧 那这时候的话 Li3 它所代表的 真实的地址 就应该是0x23开始 然后呢 往后走三个存储单元吧 此时这个3 这个C 是不是就是相当于四字节啊 对吧 然后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一下计算出来 它应该是0x35 紧接着 是不是就把1212 1212取回来了 对吧 好 那有了这样的概念之后 大家再想 我们所接触过 一上来就去学列表 或者是圆祖 它为什么第一个元素 是从0开始 这样反人类的去做呢 大家习惯性的是 按人来说 第一个元素 下标就应该是1吧 但计算机一上来 咱们去学的时候 第一个元素 就给我们编号下标0了 那你现在在想 这个下标到底什么意思 它是不是偏移量的意思啊 对吧 它就代表我偏移第几个位置嘛 那你想0是第一个元素 就代表我不便宜吧 第三号也就是第四个元素 那就相当于我要去跳过前三个 得到的地址吧 那这时候就应该知道 为什么从0开始来算了吧 好 那这是说的 关于顺序表的 它的基本布局形式 那你现在先要注意的情况下 我们采用这样的损失的话 每一个存储单元当中 存储的是我确切要存的那个数据吧 对吧 先看一下啊 我现在的 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整体 是我们所生成的这样的一个顺序表 li的 对吧 然后这个整体也就是说整个这个内存块当中存的每一个单元都是具体要存的那个数据了 这是基本形式 好 那我们现在再引入别的形式 在它旁边来引入 引入一个什么形式呢 引入一个叫做元素外置的 我们先看客战元素外置的这时候代表什么情况呢 我依然要想要存这四个整数 只不过 这时候我们在存的时候 从操作系统内存当中 申请过来的空间 不再去存数据本身 要存什么呢 要存一个地址了 为什么这样去做呢 现在先想啊 这个基本的形式之所以有能从上到下通过偏移量去计算位置 是因为每一个数据它所占用的空间是不是都相同的 对吧 那好 那我们现在去想象一下大家去学习的这个列表当中 我们Python当中学的这个列表 列表它是不是不仅仅可以存相同的 还可以存不同的 对吧 我可以存一个整数 还可以存一个字不串 对吧 那你想 如果要达到这样的需求的话 我还能按照上午跟大家说的这样一个基本布局的顺势表来存吧 不能了吧 那我现在就要想了 怎么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呢 怎么达到这个效果呢 先看 这时候因为数据类型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12是个整数 它占四个字节 后面ABC AB 我们来说两个字符的话 它是一个字符串吧 它占它最基本是要占两个字符吧 实际上在存的时候 我们看到AB 它最后实际上还有一个杠零 也就是说再去存的话 在本质上来说 它会随三个字符 那你想 我们接下来假使来说啊 12是整形占四个 AB是占两个 那也就是说 它存储的基本的单元的大小 现在已经不同一了 不同一就没有办法按照我们上午去想的 顺序来存了 怎么办呢 如果还要按照这样的方式 我就必须要保证存储的每一个数据的大小是相同的 怎么办 那在计算机当中 我们刚已经跟大家说了 存储单元 它是不是有一个相应的编号啊 我们一直跟大家说 它叫地址 代表了这个内存到底是位于哪 它是一个地址 那它既然是一个地址 看一下 它是不是本身也是一个数据啊 对吧 那好 在计算机当中 这个地址 无论你存的数据是谁 但是地址所占用的大小 比如说地址这个数据 它是统一的 都会去占四个字节 32位的话 会用四个字节来存储一个地址 那你想了 无论你是存12这个整形 还是存AB这样的一个字不串 那么在存的时候 对于12这个单元 它是得有一个地址来对应吧 看一下 我们现在要存成这样的话 同样 为了保存12 我们需要找一个空间来存 它是来存12的 好 我既然要把存12保存下来的话 就有一个对应的地址 零差 比如说现在叫做100 这个地址单元 存的是整数12 紧接着我为了存AB 这个字不串 又申请了一个存储单元 又申请了一个存储单元 这时候是存了AB的 字不串AB的 那么我们把它放 放的大小不一样 这时候也就代表 实际上在存不同类型数据的时候 它所占用的存储单元大小是不一样的吧 然后呢 存AB 它的地址是谁呢 给它拿过来 随便去做 不一定现在是要连续的了 我们把它单独的去申请 为了保存12 申请了一块单元 存的是零差100 为了保存AB 我又给它申请了一块空间 它可能是存的是200 那紧接着来看的话 对于这两个数据来说 所占用的捆储空间大小不一样 但是说它都会有一个地址来标识这个存储位置 那对于这样的一数 零差100还是零差200 在计算机当中它都是地址 这个数据它所占用的空间大小是一样的 都占四个字节 那好了 我们现在能不能说把这个地址给存下来 通过这个地址去找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就是我们引出来的元素外置的了 因为每一个地址所占用的空间大小是相同的 那我可以按照上午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形式 在列表当中 也就是说在这个顺序表当中的每一个数据存储的全部都是地址 然后通过这个地址真正的去指向我们要存的这个数据 什么意思呢 现在来说 我现在看一下 有一个紧接着再存一个比如说浮点形1.111 然后呢 再存一个整形 100 这时候同样是有四个元素了吧 好 我们紧接着为了把整形浮点形存下来的话 又找到了一个存储单元1.111 然后为了随意签 存一千 我又找了一个存储单元 这时候你要注意 不是说加了100 而是说指的这个地址是随机的 可能在存第三个数据的时候 它就变为了 比如说39 39可能被占了 五十三 为了存一千的时候 这个新申请的呢 可能又是110了 也就是说 我现在先把每一个具体的这个数据 找一个存储单元给它存起来 在申请的时候呢 这样的每一个位置 也就是说每一个存储单元 它所分配的地址就不一样了 不是连续的了 然后呢 我先有了这样的把基本数据存起来之后 我再来找 现在是四个数据吧 四个数据 我就要把这零差100 零差200 零差53 零差110 这四个地址给存起来 作为一个顺序表的一个基本存储 那好了 我现在就要申请这样空间了 这时候要申请 就要申请一个连续的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地址的话 会占用四个字节吧 我为了把四个元素的四个地址存起来 这时候是不是又要申请16个字节了 这时候一次性向操作系统去申请16个字节 这时候申请回来的16个字节应该是连续的吧 好 连续的 我们给它放到这 这时候拿到的这些东西里面呢 再去存的话 就不是存12 AB1.11这样的东西了 而是要存的是零差 零差110 存的是地址的 零差200 然后零差53 然后零差110 通过这样的一个地址去进行指向 也就是说 拿到的第一个空间存的是零差110 通过零差110 我是不是能找到这个存储单元 找到12啊 对吧 紧接着再看 如果我在第二个单元 它存的是零差200 零差200现在存的是什么 是一个地址吧 我顺着这个地址 是不是能找到零差200 所指向的这个存储空间呀 AB吧 然后再往后走 通过零差53 能找到53号地址空间 通过110 我能找到110 所指向的这个空间 这是我们现在构造的这样的一个连续存储空间了 它存在的 现在此时存的全部都是地址了 好 那这时候我再去进行操作的情况下 怎么来操作呢 先看一下 拿到了这个空间的话 假如说我们给它设置的 这时候拿到的存储空间 去从324 比如说是324 代表这一块连续空间的话 那你紧接着想 这是代表起始地址 比如说一次申请16字节拿到的 那第二个元素 它所存储的这个空间的起始地址是谁 加4吧 328 然后再加4 332 再加4 336 对吧 然后这时候这个LI指向的是谁呢 这个此时拿到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变量LI 它实际上指向的就是零X324 指向的是第一个 然后紧接着我们来看 这时候我再对它进行索引 比如说L2的零 再去取的时候的话 它相当于要经过什么样的步骤 能把具体的数值给取出来呢 首先拿到的是零X324 然后呢 然后找到了零X324里面存储的数据吧 是零X110吧 然后紧接的是零X110 这是写错了 零X应该是100 存的是零X100 我顺着零X100 是不是找到了零X100的这个存储位置啊 然后再读取这个位置里面 是不是读取到12了 对吧 那我再看 如果现在改掉呢 比如说 下标为2 下标为2 此时这个2 是不是还相当于偏移位置 也就是说 我从头开始跳过两个这个速度单元吧 也就是第三个元素 2代表的第三个元素 找到了零X332这个位置 然后读取出来是零X53 所以零X53 是不是真正的找到了1.111啊 对吧 如果说按照我们现在第二种方式 具体的数据外置 什么叫外置呢 指的就是说 实际上这时候 我们真正的 这样的一个顺序表 指的是地址空间这块吧 指的是这样的一个连续 那你看真正的数据元素 是不是在这个顺序表之外啊 对吧 我们把它叫做元素外置的形式 如果采用元素外置的情况下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达到咱们使用的列表这样方式去存取存储不同的数据类型啊 对吧 我们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那这个呢 就是关于顺序表的两种基本形式 这样的顺序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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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